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期货呢 期货中场跌了103点 目前的正价差来到了26点 好 今天行情还有下礼拜之后如何观察 赶紧为你调查专家 永诚国际投股的韦国陈老师 王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同学大家午安 好 王老师我们说今天盘市应该是说投资人 有点期待很久班 因为说说正所说希望可以过关 但同时也知道MSCI确实会调降我们所谓台国的权重 加上昨天美股又大跌了一大堆的消息面 所以今天股市这个盘市 投资朋友应该觉得很难操作 是啊 但其实各位 其实这个盘说真的 昨天好像美股的这种重挫 对 我想可能对 因为昨天在经过连续四天跌了500点之后 昨天好不容易谈那一天 而且重点是 昨天期货的尾盘一点半之后 是一直给你拉上去 那问题就来了 我跟我讲很多人看到 昨天期货一点半以后的那一个 拉了快60点上去 你大概想说 哎呀 这个盘终于有救了 想说大概今天有机会继续反弹 以为在酝酿有没有 对啊 所以恐怕你昨天尾盘去追多单 各位可能会有这个状况出现 好 那问题就来了 那当昨天晚上美股大跌之后 你大概今天就下出一层冷汗出来了 对不对 你在开盘 那问题就来了 那各位如果说昨天尾盘你去抢多单呢 那看到美股大跌 那今天台股 对啊 今天开盘也是确实跳空往下开 对不对 那问题是我跳空往下开 你就把多单决定赔掉的话 哇 你大概刚好一下赔在第一波的低点 然后之后晚上弹上去 你就觉得心里面就是 很不是味道 就是那个样子 好了 但是各位问题是 这个盘到底后市 就像刚刚主任讲 今天基本上算跌破季线对不对 后市该怎么发展 我待会花很多时间跟各位解释 但是重点是 我们先把今天的操作先讲完 我们再去讲后面的盘 好 各位 刚刚刚提到就说 因为昨天好像美股大跌对不对 所以今天台子棋也开低往下开 但是重点是 如果说你看美股大跌 今天台子棋往下开 你就开始紧张 把多单决定赔的话 那刚好一开盘 你第一次刚好把多单认回赔大坡 就是等于说第一波的低点就对 那意思很奇怪 那为什么这个盘 开盘开低以后 为什么第一次 杀到差不多8360那个地方 在那个地方为什么 之后就止住没有再低 之后跟你往上弹 这盘弹得蛮多的 弹得快80点上去 弹得相当大一波上去 所以各位 如果说今天开盘 你去把多单杀在这种地方的话 那真的叫做无言 这叫垂胸就是这样子 好 但重点是如果今天开盘 你因为美股大跌而你去把多单杀掉 或是开盘去跑去放空的话 来 按照管理各位 我先跟你讲 今天这个盘 为什么开盘 你不单不能去把多单杀掉 反而开盘 是要开盘 去找买点的时候 那给各位仔细看 今天在8点47分 各位8点47分 维国庆 我在跟会员讲什么东西 你看 强势预判 其实一开盘的时候 就知道下面有两个支撑 第一个在8372 在这个地方 最差最差 8343 所以今天此数 跳空往下开 但是下挡支撑 要看这两个地方 各位8点47分 今天第一波的低点 刷到差不多8360那个地方 就没有再跌了 也就是各位 如果今天在8点47分的时候 对 如果你已经是维国庆的会员了 而且你已经看到 这一则抠讯的话 我不说别的 各位不要说8343 对不对 第一个 你就在8370那个附近的话 你接第一次多单好了 哦各位 那不得了 如果8370分 你去接个多单的话 最起码对不对 今天指数的高点来到哪里 叫做8472 各位我们不要说8472 我跟你讲个8466 各位 8466就好 不要8472 各位第一波已经快100点了 对快100点 那各位 所以对不对 你自己看呢 我都会今天这种盘 大家都说 哎呀这盘好难做 为什么 今天出现几个问题 第一个中天美股大跌 对不对 第二个今天盘要省正所税 对 然后呢 MSCI要不要调降台股 哇各位 全部都集中在今天 要发生这种事情 所以我说我一讲各位 如果今天 对 其实在大声新鲜的节目上 我就经常跟主持人谈 我给你谈 我说各位 我会再讲一个观念 如果每一天 你看盘也好 你操作也好 如果你满脑子想的都是消息面的话 我说各位你不要做了 你真的不要做了 就像今天盘中对不对 急拉急杀 那我问你 今天急拉第一波 你会不会以为说 是不是暗示说 正所税要通过了 对不对 对呀 那不就结了吗 那你不要不知道 到时候哇 看到又跑去抢多丹 我跟你跟我讲 今天很多人是双疤 第一个 看美股大跌对不对 可以往下开 哇去杀多丹 对对 先被疤一次 医生想说 可能要通过正所税了 好想去做个多 做完 对各位看到没有 杀成这个样子 你这边你随处去抢多丹 我跟你讲 你一口最少赔掉 五六十点以上 哇各位 今天后面都不用讲 今天就是这么一坡上去 这么一坡下来 光这个地方就够了 各位光是这个地方 你做的对不对 我想各位 今天你做的对的话 大概你一口 最少赚个一百五十点两百点 你做错了 大概就赔掉一百五十点两百点 就这样子而已啊 好的各位 问题是对 今天这种盘 要是你做对 你大赚的话 我恭喜你 但如果说你做错的话 来各位 你做错的话 那你现在对不对 各位你就花时间 专心仔细地听为国庆 到底这种盘 怎么样能够帮助你 第一个我刚刚讲过了 今天早在八点四十七分的时候 已经跟会员讲 今天强势于盘 有两个支撑人 一个八三七二 一个八三四三 所以各位 今天第一次杀到八三六零附近 那我请问你 如果在八点四十七分 你看到这些抠讯的话 那你会做多还是做空 对嘛 那八点七分你可以做多嘛 而且各位 在那地方大会是在做多 你知道吗 我待会给你看你就知道 所以各位 那问题是 刚才我在八点四十七分 我已经在提醒会员 不管美股有没有大跌 对不对 吃吃看这两个地方的时候 问题的问题 那你自己呢 你在想什么 你在想美股大跌 你跟着那些人呢 有像美国庆一样 在告诉会员说 第一个支撑在八三七二吗 有吗 也没有对不对 那些胆功啊软体呢 你开放有帮你算出来 支撑在这两个位置吗 也没有啊 所以你开放就乱乱做 这第一点 好了 那各位第二点 对不对 今天另外各位 其实有个大户 来各位你自己看 重点在这个地方 今天往下开以后 反正对不对 第一个知道支撑在那边 第二个重点是 今天杀去有看到没有 其实啊在第一段 往下杀了之后的很快 有没有 大户其实啊 大户多空量已经撤出来 今天大户在这个地方 是在做多的哦 是在做多的哦 所以为什么 哇一下弹了一百点上去 原因在这个地方哦 好各位 所以对不对 第一个重点就是 反正开盘你晓不晓得啊 在837年那个附近 是要给你做多用的 这是第一个关键 第二个关键各位 哼第二个关键啊 那就更先 指数好 拉上去以后 那更关键了 那这个今天高点 会在哪里出来 各位啊 也就是说 就算今天 你有去抢多单好了 各位那你那个多单 在什么地方跑 会跑得很漂亮哦 在哪里 就今天最高点 对不对 在872嘛 对 但是我跟你说 各位不要说872 那是点到做不到的啦 但是各位重点是 你只要知道 今天的高点 在8466那个附近就够了 各位 8466 来 再看一则口讯 各位哦 这在9点39分的时候 我继续再提醒会员 再讲看什么东西 强势预判对不对 压力在什么地方 8466 846 今天的上档压力 看8466 今天最高点 8472 往上穿6点 是今天的最高点 而且那时候 差不多在9点40几分以后 才出来的哦 各位你看没有 早在39分 又提醒会员的话 对 压力在这个地方 而且各位哦 实在所贵 这个846 昨天节目上 你有看到哦 各位如果说昨天 你有看大声先机的话 哇各位你好幸福 你昨天有没有打电话 进来问您点位 有的话 我也恭喜你 来各位 这个更关键的东西 你自己看吧 各位昨天节目 你看了哦 那看更好 各位哦 这才硬证到 我说各位 微博性的东西 都事先算出来的 都不是来给你放马后炮的 各位你记不记得 昨天对不对 昨天尾盘 一拉拉到60点上去吗 等会儿我们放大点 到这边来看 好谢谢 各位看到没有 昨天尾盘不是给你急拉吗 但是重点是 昨天尾盘急拉 市场上一般的人 都以为说 哎呀这个盘队 终于要开始 继续往上做反弹了 可是你记不记得 昨天在节目上 我在 我说各位 我在提醒 各位你不要太高兴 因为这种尾盘 瞬间急拉 刚好拉到什么地方 刚好拉到强势一盘 那个波段的压力 各位你看到没有 昨天各位 昨天 昨天在 收盘的时候 已经知道在什么 看到没有 压力在哪里 8466 各位 8466 就这个地方 昨天我记得 好像最后出道 8461还是6几 那个地方去 在那个地方 对各位 反正对 不管怎么样讲 反正昨天尾盘的急拉 对 基本上已经很靠近 846这个地方 所以昨天我在节目上 我在跟你讲 今天的盘 我一定敢说 各位 上去对 有一个关键的位置 就在这个地方 各位 8466 看到没有 这个846 从昨天一直延伸到今天来 所以为什么今天的盘 哇 急谈之后 对不对 谈到8472 所以跟上影线 再倒 更加 在倒杀150点下去 各位 今天更关键的是 在这个地方 叫做8466 各位 8466 看到了 各位 这是昨天收盘 就已经出来的数字 叫做8466 各位 昨天你要看 大神仙星的话 你已经看到那条线 而且最好还特别讲 各位 你不要因为看到 昨天尾盘 哇 急拉了上去 对不对 你以为怎样 要开始大涨 各位没有 还差那一个关键的点位 有没有 有 最好 那今天最应征给你看 哇 8466 各位今天 晚上反弹100点 还不厉害 倒杀150点 更厉害 各位 这倒杀150点 对不对 就是让更多 今天你在第一盘里 去做多的投资人 那各位 已经受伤惨重了 不是吗 就你自己看 对不对 今天说真的 各位 几乎对不对 你看嘛 今天整个开盘以后 大概低点在什么地方 高低点 全部对不对 今天高低档的区间 一开始盘子 早都知道在这个地方 哎 各位 如果 我说对不对 今天这种盘 你做错的话 你今天一定要赔掉 一两百点很快 是不是 真的是 今天波动幅度 相当相当的大 而且重点是 今天盘子 尤其我讲各位 如果说你做期货 你做股票 都是在那边 都在那边想消息面的话 哦 那今天立法院的消息 够你想一整天 对不对 前面就盘子 说 今天大概这种时候要过 后面再急啥 说 这种时候大概不会过 各位 你想要干什么呢 想要干什么呢 各位 尤其我在节目上 我不是一再提醒你 我说各位 各位你做期货 你做股票 各位你不要去追消息面 因为对 因为我说各位 凡是你知道的消息 人家主力大户全都知道 不是吗 对啊 问题是 那人家 问题是人家 大户主力 人家控盘手 我今天要 要做多做空 那你就是不知道 不是吗 而且各位 不要说今天 大家都在拆立法院 对不对 过不过正所税 我跟你讲 今天其实还有一个消息 昨天 不是立法院 有通过就是那个什么 什么那个汽车 有没有 旧车换新车 什么贴补五万块 那各位 那照你讲 出现这种情况 那对今天汽车股 应该是个大力多才对 今天汽车股 涨还是跌 通常都跌 那各位 你看玉龙吗 对 和泰车不都是一样吗 我还特别把玉龙 印出来给你看 各位 那结果玉龙今天 涨还是跌 那倒跌3%多了 那就奇怪 那不是什么 什么旧车换新车 还跌不五万 那不是应该大力多吗 那各位 你自己看 贵车是玉龙吗 为什么今天继续跌 因为在11月10号的时候 在先机系统 玉龙草都已经 颇端开始翻空了 各位看到了吗 不要去追什么 消息面的东西了 你懂了吗 就这样子而已 所以各位 对不对 今天盘中好多人 有差有立法院 这种要不要过 我问你猜有什么用 结果呢 结果呢 你自己看 各位 我们就测试整个的画面了 我要开始讲 好 来 就今天 简单说 开盘那一段时间 大户多分 大户确实有在做多 所以给你弹上去100点 但重点是 就是指数弹上去之后 有没有 来到那个关键的压力 那个8466 到那个地方 对不对 来到满足点 而且重点是 后面大户就开始做空了 所以后面 劈劈派 带ливо 下来 跌地150点下去 哇 各位 好多人今天这一段 就是受伤残衤 对不对 因为前面那段 你以为真的最要過了吗 结果你看 就抢多单 抢多单以后 对不对 又画下来 随便你 各位 你爱去乱乱做 你爱去听消息 qu'. 你不听威工现在的话 那对 那我就祝福你吧 不是吗 好啦 对不对 一起去看整个画面 那个看一看 所以今天單簡單 今天開判以後 今天啊 當衝 從短波開始看 當衝對不對 8385這個地方 進度開始翻多 重點是大戶在那邊做多 所以各位喔 不要因為衝上美股大跌 想說我今天開完對不對 要去殺股票 要去什麼放空啊 各位沒有呢 8385翻多呢 大戶在做多 進度跟大戶是兩者同向 這才是關鍵各位 第一波一衝對不對 從這邊開始衝 大概六十多點上去 各位但重點是各位 今天最關鍵的是 衝上去以後 剛才講過了 因為啊 對不對 昨天都已經知道說 整個的關鍵壓力 在8466那個地方 各位都知道了對不對 好 所以當今天盤衝上去以後 當衝啊 在8449也開始翻空 也開始翻空 而且各位重點是 當箭頭翻空的時候 因為這個地方對不對 就是已經頂到了 8466上不去了 所以各位 可不可以做空 當然可以做空 而且各位喔 在節目上其實 我會再教你一個觀念 而且這個觀念也是 維國慶的 我在教維國慶會員的觀念 當然要看整個的圖 各位喔 對不對 雖然說 8449 箭頭翻空的時候 大戶當時沒有做空 還是 車座還是在做多 但是為我說對不對 凡是這種 箭頭有翻空 但是大戶做多 但是重點是 這個箭頭的位置 應該因為是非常非常貼近 關鍵的壓力所在 所以各位喔 這種空單 是可以做的 對不對 我說過嘛 頂多頂多 做了以後 如果後面真正指數 能夠突破這個壓力的話 那我了不起 我就設個20點程度 就算了吧 對不對 但是這個地方 翻空以後 只要指數 沒有辦法突破壓力的話 各位那往下去 空間都很大 何況對不對 箭頭還算是算先翻空 後來大戶也開始在做空 所以之後就啪啪啪一路往下殺 後來各位 今天最精彩是在這一段裡面 各位 從箭頭從849翻空 到底真的已經殺了去到8331翻個多 各位 這波一殺已經殺掉110點了 各位已經殺掉110點了 我跟我說各位 今天一整天 一整天 你只要把這一段抓住的話 我跟各位講 已經功德無量了 我告訴你 對吧 關鍵在於是說 因為昨天都已經知道說對不對 那個壓力在8466 在這個地方 各位看到了嗎 在這個地方 關鍵在這裡 你的軟體算得出來嗎 你的軟體有 昨天有幫你算出來 不要說今天 就昨天就算出來 壓力在關鍵底外在8466 你的軟體算得出來嗎 算不出來 所以今天 上去以後各位 我跟你講今天很多人 你做多單 各位 做多單其實沒有什麼不對的 因為前面一段再漲的時候 你去做多單是應該 但重點是各位 問題是你做多的位置 千萬不要做到什麼什麼 八千四以上 什麼八十幾 那已經很接近壓力 對不對 第一個空間有限 或者各位 第二 就算在第一波漲的時候 你有去做多單 但問題是你的多單 跑了沒有 很多人看指數漲 不願意跑 抱上去又抱下來 結果倒掉一堆 所以各位 今天對不對 一整天 其實不管今天這盤漲跌 重點是 所有的關鍵 通通在八十六 各位實在各位 在強勢預判的這個位置上 各位看懂了嗎 今天真正的最大的一波 就從八十六開始回跌以後 這一波跌了一百多點下去 各位 這麼樣關鍵的東西 這麼樣關鍵的東西 所以我就講各位 奇貨各位 奇貨真正的高手 不是每天做奇貨 那邊衝來衝去 不是那個樣子 而且各位對不對 每一天各位 你如何能夠透過一個 最好的指標 最精確的指標 各位 能夠直接告訴你 今天這個盤 關鍵的高低點在什麼地方 各位你在那個位置上 你去做它一趟兩趟就夠了 不是嗎 不就是這個樣子而已嗎 各位 各位 在這裡面 我也在跟你講講 各位 不是每天什麼 這個從那邊衝 不是每天什麼 衝個五次八次十次 沒有人這樣再做的 對頂多就是一天對不對 一趟三趟 頂多兩趟三趟就夠了 為什麼 因為透過強勢預判 透過大戶指標 透過箭頭 馬上都知道這個地方 到底可不可以做多 可不可以做空 各位 就這麼簡單而已 對不對 我們看整個畫面 各位看懂了嗎 今天這盤有難做嗎 嗯 各位 透過強勢預判 對不對 你需要去猜 立法院的這個什麼 政所村有沒有過嗎 你需要去猜嗎 你透過大戶指標 你看對不對 大戶在做哪一邊 你還要去猜 政所村會不會過嗎 你透過箭頭跟大戶 對不對 兩者同樣去操作 到了關鍵點位上 有壓力對不對 箭頭有翻空 你就去做 各位如此貴 全部東西只是貴 一天對不對 每一天在節目上 我說各位 講來講去都是這三個東西而已 我有跟你講什麼新的東西嗎 今天這種盤對不對 大家拼命在猜 哇 猜消息 看美股怎樣怎樣怎樣 但是各位 結果搞來搞去對不對 全部的盤 還是回到這個上面來啊 微博信對不對 其貨在SOP啊 我問你嗎 剛剛給你看過囉 今天大戶在做什麼東西 昨天好像美股大跌 但是今天開盤有大戶 今天昨天好像美股大跌對不對 可是今天一開盤 大戶反而是在做多 但是後來開始就做空 所以今天盤對不對 為什麼會先漲後跌員 在這個地方 好各位 今天最關鍵的 還是在這個地方 在強勢預判 因為昨天已經知道說 上面的關鍵壓力 在8466在那個地方 哇 各位 今天盤從8466 8472往下跌 跌了多少點 跌了快150點下去 是吧 所以各位你看 強勢預判 這麼重要的東西 每天對不對 都預先算出來 那個官員的高低點 在什麼地方 各位說真的各位 其實各位 你自己心裡都很清楚 各位做期貨 其實包括做股票都是一樣 各位不管做期貨做股票對不對 所有的投資每天 你心裡面最想知道 一件什麼事情 高低點 對啊 今天高低點在什麼地方 一句話就講穿了 對啊 高低點在什麼地方 那各位 那強勢預判 天天在算這個東西啊 你不看對不對 自己前面亂做一通 哪裡是低點你也搞不懂 哪裡是高低點你也搞不懂 低點你也亂做一通 然後扒來扒去 扒來扒去 各位這樣子你 你寧願每天這樣自己亂做一通 被扒來扒去 還是找找看強勢預判對不對 知道說今天這個盤 大致上的高低點在什麼地方 那不就好了嗎 各位做期貨不是瞎猜喔 做期貨不是賭運氣喔 不是賭直覺喔 不是賭消息面喔 而是每天實實在在對不對 到底每天那個關鍵的高低點在什麼 那才是個重點喔 你心裡面想知道不也是 第一個重要點不就是 每天高低點在什麼地方嗎 對啊跟主持人也是這樣講 本來就是這樣子啊 不是嗎 那強勢預判 昨天已經知道說 壓力在8466呢 那今天談上去 刀殺一百多點 有什麼奇怪 好啦各位 還是一句老話對不對 各位啊 為我請啦 我已經把桌起我的SOP 對這個方法 對不對 就這麼三個東西 每天都跟你講這三個東西 今天我也是這樣做 每天都是這樣做 方法對了 每天就這樣做 長長久久 問題是各位 問題是你呢 每天還在猜嗎 還在讀嗎 還在追消息嗎 還在想美股漲跌嗎 隨便你啊 各位 你要輕輕鬆鬆的做 還是每天要煩惱 煩惱對不對 煩惱一堆消息面去做 你自己想想看吧 好啦 時間關係 那明天開拍怎麼看 我下一會再說吧 好 我們先休息片刻 想要掌握更多投資訊息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咱們先來 咱們先來 满意的投资绩效 责询专线02-2542-8999 2542-8999 有四分之一的人 拥有特别的探险基因 天生热爱探索 勇于挑战 New Discover Sport 同级唯一五家二人座 多功能LSUV 是你展开探险之旅的最佳配备 来自基因的探险精神 有境界 无止境 全新iPhone 6s 轻松到手 加码优惠 再选6000 iPhone 6s 零人带回家 雅太电信 让你美梦成真 桃园产业大未来趋势高峰论坛 桃园创造傲视全球的产业经济 经营诀窍 全球趋势大公开 国际盛会尽速报名 为了给孩子最好的 每个细节都要用心 但 墙上的油漆呢 红牌全校乳胶漆 采用Detect Mode单体趣味科技 不含人工香精 油漆没有味道 自然 健康 红牌乳胶漆 谁是第一个登上月球的 的 饮料 宝矿力水的梦想登月行动 Let's go to the moon 我想当太空的造型师 郭霞老师 写下暴想 宝矿力帮你送上月球 耶 还有机会到美国游NASA 宝矿力 冒想升空 永城国际投顾 诚信 专业 永新 坚强的研究团队 创造满意的投资绩效 咨询专线02-2542-8999 2542-8999 永城国际投顾 诚信 专业 永新 坚强的研究团队 创造满意的投资绩效 咨询专线02-2542-8999 2542-8999 欢迎欢迎大任先机 今天起线货同步重挫的 起线货是这还跌破的季线 那么后市看法怎么看呢 刚才请教吴老师 好吧 今天就对不对 好 那明天盘也 不是明天 下礼拜一 对不对 也很简单 一样各位 随着今天的盘对不对 来会震荡之后 强势预判的压力线 再继续再往下做移动 所以各位这是下个礼拜 最关键的位置所在 再给你讲一次各位 不论这个盘要不要涨 要不要跌 对不对 关键的地方 只要这边上不去的话 趋势往下就没有改变 如果礼拜一的盘一样 如果出现到这种往上拉的话 你也要知道对不对 关键压力线到什么地方来过 就是礼拜一最需要知道的东西 所以最好能够今天先知道 除了这个关键点位之外的话 那各位其实我们 从日线从上来看的话 我已经跟你讲好几天了 各位这个盘你要注意 因为这个盘从9月份开始 10月两个月的网上做反弹 我跟你讲说你要注意这条B线 因为这条B线是当时从9月份 看到没有 每一次盘是拉回到 对对对 拉回到什么地方 之后撑住了以后就往上反弹 有拉回的低点对不对 拉回的低点 拉回的低点 到这个地方 各位你到了今天的地方 收盘的地方 其实是有破掉这条B线 所以各位这东西变得带机大掉 也就是说下个礼拜一 如果只不赶快重新站回B线之上的话 那各位 那如果你手上还一堆骨砲 一堆起过多单的话 你真的要小心一点 另外往上去的话 目前整个的压力 已经往下移动到 A线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都是下个礼拜之后 比较大的压力所在 在这个地方 这样讲够简单了 其实很简单 对啊 那个图对你画得清清楚楚了 所以各位 其实各位 对对对 所以但是问题是 不论做股票做期货 我跟你讲还是一句老话 在股票市场里面 千万不要忙 不要忙 不要忙 今天多少人对不对 在追立法院要不要过正所税 在追昨天往下美股大跌以后 今天该怎么办 在追MSC要不要调降台国 要调降多少 各位 每天 很多投资人每天忙着 各位 每天忙着做功课 真的是很辛苦 但问题是 你忙了一整天之后 到底是怎样 还不是一样对不对 方向忙忙的然 不都是这个样子而已吗 各位 今天的盘一样 开盘往上拉 你以为怎样 这时候要过吗 盘再往下杀 你以为又怎样吗 对不对 对 忙了老半天 忙忙的然 到底还是盲目操作吗 各位 我希望你不是这样子的投资人 你真的 我希望你不是这样子的投资人 所以对不对 各位 如果问题是假如 你真的是这个样子的话 那我只能再跟你讲 对不对 各位 请你 真的各位 花一点钱 去投资你自己 各位 不要把钱 盲目输在这个市场上 各位 花一点钱 各位 你自己才是最宝贵的 投资你自己才能够长长久久 找一套最好的方法 最好的指标 来帮助你自己的长长久久 OK 好了 另外 股票也是现在各位 这个盘 像今天对不对 我刚讲过了 虽然说政府有这个什么开放 什么这个救资欢迎这个股 对 可是 现在股票也一样跌给你看 重点是因为 玉龙早早在四天前的时候 对不对 在先后已经 破灯就翻空了 就跌给你看 另外对不对 你说像这个苹果干净股 那根本不用讲了 红海这两天 短信上好像似乎没跌 它权重有被增加 超奇怪 对啊 今天却没有反应 对啊 但是为什么不反应 重点就是因为 10月底的时候 已经就破断翻空了 对不对 确实就是往下 所以各位对不对 有利多 不反应 为什么 因为方向是在往下走 就这么简单而已 好了 各位 一句老话对不对 股票也还有机会过来 重点是 大盘以外的观点 有什么地方 你想预知的话 赶快通过电话进来 好 这礼拜台股周 现在已经跌了364点了 那么后续期 先后航行怎么观察 下礼拜 一请续锁定 大声先机 感谢收看 同学们再见